中国女排婉拒荷兰女排邀请参加四国赛,三理由足以让中国女排不去。 近日荷兰女排力邀中国女排参加荷兰女排主办的四国邀请赛,但是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中国女排婉拒了荷兰女排的邀请,最终荷兰女排成功邀请到了土耳其女排、俄罗斯女排、意大利女排。 虽然这次很好的练兵机会中国女排拒绝了,但是细想之下,这又是情理之中的事。 第一,荷兰女排的四国邀请赛很类似于以前的中国国际女排精英赛,也就是四国女排邀请赛,以前在大赛前期,为了检验中国女排集训成果,演练战术跟默契度, 中国女排也会邀请一些其他国家的女排来中国女排打四国赛,而荷兰女排此番做法无非也是想在世锦赛前夕演练自己的战术和默契度,再一个可以摸一下对方底,但是,这个四国邀请赛离亚运会比赛时间太近了, 而且中国女排还要乘坐长途飞机去荷兰,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太疲惫了。 第二,中国女排其实已经在世界女排联赛上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而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要好好去总结去解决问题的, 实在是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拿来参加四国邀请赛,并且本身集训时间就非常有限, 中国女排也没必要花时间再到四国邀请赛上找问题,何况该暴露的问题在世界女排联赛上已经全部暴露了。 第三,中国女排还有亚运会任务,要练兵要演练战术可以利用好亚运会, 而且也不必坐长途飞机搞得太疲惫,这样很不利于亚运会夺冠,也非常不利于世锦赛的备战, 所以于情于里中国女排都会拒绝荷兰女排的邀请。